中黨宋楚瑜 預計 第五次 批袍上陣 但是他之前把這張門票本來要給你柯文哲 後來柯文哲你不選了 他也不願意給王金平 接受媒體的一個專訪的時候 他不想害王金平 可是對你柯文哲因為你不選 他不排除要批陣上陣 那你的看法 我們有什麼看法 也許他需要去搭開親民黨的部分去 還有親民黨的立委選舉 可是我聽說他本來是想要送柯佩 那後來你自己又組政黨 組了政黨就算了 把他首都直轄市的兩個大將全部挖走 他其實現在你說你要跟他碰面碰了兩個月 所有全國的人都在等 可是等不到你跟他碰面 他拒絕跟你碰面嗎 應該也不是拒絕啦 他好像最近很忙耶 那你會不會支持他 支持他什麼 選總統 哇 哇 這個 再講 再講 所以 你不支持宋楚瑜 不是啦 不要這樣講 我們應該這樣講 趨今為止 柯文哲沒有表態 你要這樣講 標題要這樣下 柯文哲太辛苦了 要選第五次喔 太累了 所以你是希望他不要選 真的要選第五次喔 天哪 太累了 你說這張門票請你來選 你有沒有可能放棄民眾黨 然後你自己來批 宋楚瑜的親民黨上陣 這不是更奇怪嗎 市長 我可不可以再問你一個問題 他昨天又得罪了全國的警察 說人家廁所不借他 你有什麼看法 不可能耶 蛤 不可能 不可能 以你的邏輯不可能 整查一般都會變民啦 你跟他派出所接受的時候 他都會接你 不然他 你認為他要不要道歉 他 他自己講的嗎 陳學勝跟韓正寅 那啦應該陳學勝出來講就好了 那個那個 陳學勝叫做做假新聞嘛 對不對 沒有這件事啊 一般會借啦 我的責任是都會借 那你要不要公開呼籲一下 韓正寅不要再亂講話了 用你韓 用你柯家軍的力量 在網路上對打他 對不對 希望他講話要正確一點 不要亂講 可不可以 主持正義 不就是你柯文哲本來的目的嗎 不要啦 政黨不分藍綠 加上現在你的灰啊 灰 你的顏色不是灰色嗎 什麼 不是 我們總共變灰色 你的是什麼顏色 我也不曉得 你的背心不都灰色的嗎 灰色 有嗎 那個叫什麼 什麼 Tiffany Tiffany Tiffany有四個顏色嗎 聽說有那個中有名詞叫 Tiffany 其中啊 那你認為它是什麼顏色嗎 誰 你認為你的背心是什麼顏色 你民眾黨用的是什麼顏色 就是Tiffany Tiffany Tiffany 到底是什麼顏色 那個中文怎麼換 白色 不是不是 跟藍綠混合起來 藍綠混合起來 那不分藍綠包含你們都是垃圾嗎 沒有啦 這個